我们备视这次带来可以高速高精度追踪低轨卫星的架台 预计将这套系统应用在卫星对地与卫星对卫星的高速通讯系统 为了确认技术成果与需求相符 同仁们必须经常熬夜在高山顶着严寒 执行追踪低轨卫星的测试任务 因为涉及到多个软硬体系统的整合 而面临很多技术上的难关 但大家都一次次突破并完成预定的任务 相信我们应用在地资源与人力 在台湾打造出的高精度低轨卫星追踪系统 会成为未来国际通讯市场的重要产品 随着人类对于气象预报 农业 海事等环境资源遥测 救灾紧急通讯系统部件等需求 全球太空产业蓬勃发展 低轨卫星的数量以指数级增加的同时 催生了大量观测与通讯数据传输的需求 自由空间雷射光通讯有着高频宽 高指向性与高资安等优点 为了满足其物理特性 地面占与卫星需以极高的指向精度对准彼此 以确保传输效率与稳定度 提供最佳的通联品质 而对低轨卫星指向追踪的精确度要求 相当于从台北用望远镜瞄准一辆远在高雄 以每秒10公里速度移动的中型巴士 辈氏科技的高精度低轨卫星追踪系统 可高速且精准锁定掠过上空的卫星 自主开发的演算法 向外整合电机、光学以及天文观测技术 形成高精度低轨卫星追踪解决方案 除了卫星通讯、侦察、轨道定位等卫星追踪用途外 本系统也可延伸应用于无人机追踪、弹道飞弹追踪 及音速导弹追踪等领域 成为地面终端设备与防御系统的核心要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